大家好,我是凡凡 今天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这里是河南的南口县 昨天本来打算坐火车回恒店的 没有做成 所以今天我只能急着我家当时回恒店了 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想进行了 等一下我去那个物流公司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寄回恒店 没想到今天下雨了,挺凉快的 其实这个天气啊,适合雨很急行 可惜我的这个床坟一丢了 没有雨衣 前阵子我的床坟一丢了 所以现在我一直买件雨衣 不然的话起不了呀 这个雨下的还有点大 买了一件这个便宜的雨衣15块钱 挺好的,这个比没有好多了 下暴雨了 听说河南有半年没下雨了 没想到我一到这个河南就下暴雨了 本来我打算做这个物流 然后我找了几家物流公司 全部倒闭了 这个大门都是紧闭的 那现在物流也是走不了的 火车也不能错愿 所以我的话 没办法了 只能即行回恒店了 今天这个雨下个不停 越下雨大 然后我这个裤子全部都湿了 还好到这里找到了一个亭子 到这里躲一下雨了 今天中午11点 我从南口先出发 现在是下午5点钟 我现在86公里来到了这个商修市的边上 今天真的是起的非常非常闷啊 几乎没怎么休息 刚好在这个马拉边上发现了一个亭子 因为今天晚上有雨 所以呢 今天晚上在这里露营算了 然后明天早一点出发 明天又几个100多公里吧 就是这么一个亭子 挺大的 这个躲雨是没问题 现在露营的地方找好了 然后呢 等一会儿自己面 每次把那个方便面做晚餐 其实这个亭子啊 非常的不安全 因为它刚好在那个高压线 下面 而且今天晚上有雨 下雨的话 有可能把那个店啊 倒在这个地面来 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 今天体力需要太大了 所以今天一多吃一点 这里买了一桶面 然后这里还单独买了两包面 到时候把这个两包面加到这个里面 就差不多了 我现在发现我的胃口回来了 之前是吃东西的时候这个地方堵得慌 现在它不堵了 趁这个天还没有黑啊 感情把这个吃完 嗯 这个味道确实不错 吃了一桶没有吃吧 然后又加了两包 应该差不多了 今天实在非常非常棒 应该是青天体力喜好太大了 所以值得多啊 现在刮风了 好像又下雨了 我把这个帐篷搭起来 这个天快黑了 之前很多人啊 说我移情老是半头的肺 其实我在厨房之前 我就已经计划好了 移情的话 顶多是个两三个月 我的话呢 是每年都骑的 今天骑一会儿 然后明年再去这骑 本来我计划 先去到北京 然后再去黑龙江 再回来去热门国 再去新疆 打算把这个北方今年把它全部骑完了 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就没心情去北方了 所以呢就打算不骑了 但是以后的话 我也不打算再骑了 毕竟这个骑行有风险 然后还有一点呢是 我每一次骑行都是亏钱的 我就第一次赚了一点钱 然后从第二次开始 这一次是第五次的 每一次都是亏钱的 从那么有一次是赚钱的 然后这一次 亏的更多 亏的好几万 所以说 这个骑行不适合我 所以说我才打算放弃这个骑行 我只有回到横店 我才能赚一点钱 就是说上半年骑行是可以的 下半年回到横店 又赚一点 就是这样子